厚实肉块放在烤网上烤得滋滋作响 火烤香肠烤得油油亮亮 虽然看起来可口 但是这些吃多了可是会让人致病 因为这些高油脂食物多是加工肉品和红肉 有些肉品用了烟熏 炎漬或是增添防腐剂 这也增加了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像是近期奥运最红的羽球一哥周天成 就曾被诊断出得到大肠癌 当时他马上做了切除手术 要减少复发的机会 原本大肠癌好发对象是50岁以上的族群 现在离癌年龄却越来越往下修 甚至还有人30岁就长了大肠息肉 最后跟发展成大肠癌末期 大肠癌的机率大概三分之二 然后右边大概三分之一 大肠癌九成是由息肉演变 其中腺瘤是形成恶性肿瘤的元凶 虽然80%腺瘤是管状腺瘤 比较不会成为恶性肿瘤 但若是超过一公分 就有几率罹患大肠癌 许多大咖艺人因为罹患大肠癌离世 像是综艺天王朱格亮 于天的宝贝女儿于怨琪 都不敌病魔离开人世 近来比较可怕的就是 这几年一直出现的这种 就是食品添加物 大概有四五个 主要的致癌的危险的因子 其实跟饮食都蛮息息相关 医师表示有抽烟和喝酒习惯 就会增加罹癌风险 但就算不烟不酒定期运动 也可能会罹患大肠癌 除了健康饮食和规律生活 医师建议民众还是要定期筛检 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有效预防大肠癌 东西新闻众好报道 text词 文字幕统众多重发现 休息 请看